好 我們要裝那個字型嘛 來 先複製啊 解映要先安裝 你先裝好 桌面上會有一個捷徑對不對 這捷徑嘛 好 然後複製我們的那個繁體字 減轉繁的那個字型 好 這是字型檔案 按右鍵把它複製 好 複製好之後 要到這個捷徑這邊 到軟體 解映這個捷徑這裡 按右鍵 內容 打開內容 講義上面有 你可以對一下 我們漏掉步驟 好 因為有時候講義有那步驟 可是看不懂 對不對 好 開啟檔案位置 有沒有 好 開啟檔案位置 好 然後這邊可能不太一樣就是號碼 資料夾的號碼不太一樣 是不是 好 那有可能是版本的問題 就是我給你們的版本 有時候是拿最新的 所以跟講義不一樣 點兩下進去 進去好之後 就找到這個 這邊就一樣了 這邊就一樣了對不對 好 然後再找 字型的FONT 好 再找這個System對不對 這個系統的 好 這邊是不是一樣 後面三個 一樣 好 然後把剛剛複製的那個 繁體字型 按右鍵貼上 它是不是就過來了 好 其實就是 把這個改成系統的字型的名稱 好 那我們為了要複製它 我們就不用自己打 我們就按右鍵重新命名對不對 它是不是變框框了 這時候就可以複製它的字 好 複製這個字型 這個名稱 好 然後在後面這個名稱 這是簡體字嘛 原本預設簡體字嘛 好 把它加個1號上去 好 然後呢 把這個繁體的這一個 改成原本的那個英文 來 重新命名 把剛剛複製的貼到這邊來 好 這個就是系統字 所以這個就是繁體字 加1就變成是簡體字 好 那預設就是用這一個 它就是繁體字 好 那你試試看 把它按照